女偷心 亂拿旅館钥匙 别人房间当泡房 澎湖44岁已婚的派出所代理副所长陈明良 被爆桌山凌晨带着离婚陆沛 到大北城饭店开房间 当时无人指手柜台 小三指着桌上钥匙 副所长抓了一把直冲房间开站 不料两人翻云覆雨 原房客回来 找不到钥匙 老板娘拿备用钥匙开门 当场撞破丑事 真把别人房间当泡房 不 你是要闹 老板娘报警附近警网立即前往 十余名警员到场 检视自己人 坚勤当场曝光 虽然副所长辩称 当晚买宵夜巧遇入沛 好心送人回宾馆 才发生勿拿钥匙的种事 全案目前无人提告 但警方已调阅宾馆监视器 针对副所长行为不减部分益处 洪湖县警局指出 他已调职至少记过两只 律师说四床房间 口出犯刑法 处告诉乃论 可处一年以下有其徒刑 承办警员私下感叹 原来工作认真的警察 竟犯这种错 真是惊从冲脑 让我们新闻澎湖社会报道